万众期待 全无禅闪耀加拿大 蒙特利尔战决战陈于熙 禅宝受期待 根据世界永连官方消息 2023年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战将于当地时间5月5日至7日举办 中国跳水队有8人参赛 由奥运冠军全无禅 陈于熙 王松源领先出征 此战赛事势必会受到众多人的关注 今年世界永连对跳水世界杯进行了改革 将采取分战赛的形式 目前西安战的赛事于4月14日至16日举办完毕 中国跳水队则是包揽了全部举获单线的冠军 而即将进行的是本年度第二战 加拿大蒙特利尔战赛事 该战赛事结束之后 将选定前两战赛事成绩优异的拳手 参加于今年8月4日至6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的总决赛较量 要说目前跳水项目之所以受到众多人的关注 最大原因就是中国跳水新星全无禅的横空出世 东京奥会中 当时年仅14岁的全无禅 在女子单人视频台的项目上 用舞跳三满分的超神表现 惊艳了全世界 英国权威媒体BBC更是用不可思议 评价全无禅的精彩表现 至此 14岁的全无禅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体育明星 加上全无禅低调谦逊 风趣幽默 孝顺懂事的性格特点与品质 受到了众多人的喜爱 毫不欢迎的说 全无禅凭借一己之力 让跳水项目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热门项目 更让中国跳水梦之队有了不同寻常的话题量 而从冬季奥会之后 全无禅受到身体发育的影响 成绩出现了一年起伏 在最近进行的四战火灯外赛事的女子单人视频台中 军部的队友陈于希 屈居亚军 首先是在2022年的游泳式赛中 陈于希以总分417.25分赌得冠军 而全无禅仅落后陈于希0.3分获得亚军 不多不说 非常遗憾 紧接着在2022年跳水世界杯中 陈于希跳出了449.85分的个人最高的强势赌贯 全无禅落后陈于希19.40分获得亚军 而时间来到2023年 现在在3月下军进行的全国跳水冠军赛中 陈于希以总分416.25分赌贯 全无禅落后陈于希10.40分依旧获得亚军 最后全无禅伤心落泪的画面 可以说让当时很多人看得都非常心疼 而在上个月进行的跳水世界杯西安阵战比赛中 全无禅和全无禅二人均在2017C的动作上出现了失误 而要知道在此前的预赛中 全无禅在2017C这个动作上得到了99.00分的满分 不过在决赛中全无禅出现了重大失误 仅得到69.30分 在这个动作上与陈于希的得分是一样的 不过陈于希其他动作更加出色 以总分431.20分再次收获女子单身试密财的冠军 全无禅则是在正式比赛中连续4次输给了队友陈于希 而在赛后 作为全无禅主管就练的陈若林主动上前安危 而陈若林在冬季奥会之后开始接过了全无禅 而其指教能力可以说受到了外界一并质疑 其实陈若林作为奥运五金王 是完全有能力去指教全无禅的 全无禅与陈于希二人之间的良性竞争 对他们二人的成长有非常大的好处 他们就是当下世界女子单身试密财 这个项目的领军人物 都是中国跳水队的骄傲 而即将开始的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战的比赛 全无禅与陈于希二人 在女子试密财的对决 势必会万众期待 此次赛事是陈于希再次击败全无禅 还是禅宝上演王者未来强制夺冠 我们将拭目以待 而女子单身试密财的预算时间为 5月6日0点15分 女子单身试密财 绝对的时间为 5月8日0点15分 让我们共同期待 熊潮和陈于希再次上演 一人风对决 4月9日0点 15分钟 7月10分 就签跟 health